亲爱的朋友,你好 欢迎收听微读时光 今天为您分享的文章是苏同的作品 关于冬天 鄂尔尼诺现象确实存在 一个最明显的例证 是现在的冬天不如从前的冷了 前几年的冬天那么马虎的 倾听点水似的就过去了 让人不知是喜是忧 冬季里我仍然负责在中午时分 送女儿去学校 偶尔会看见地上水洼里的冰 将融未融 薄薄的一层 看上去很脆弱 不像冰 倒像是一张塑料纸 我问我女儿 早晨妈妈送她的时候 冰是否厚一些 我女儿却没有什么印象 事实上她长这么大 从来没有见过地上长出来的冰 那种厚厚的 结结实实的冰 北方人在冬天初次来到江南 几乎每个人都用上当受骗的眼神瞪着你 说 怎么这么冷 你们这儿 怎么会这么冷 人们对江南冬季的错觉 不知从何面来 正如我当年北上求学时 家里人都担心 我能否经受北方的严寒 结果我在11月的一天 发现北市大校园内 连宿舍厕所的暖气片 一再滋滋作响 这使我对严冬的恐惧烟消云散 记忆中 冬天总是很冷 西北风接连三天在窗外呼啸不止 冬天中最寒冷的部分就来临了 母亲把一家六口人的棉衣 从招募箱里取出来 六个人的棉衣 棉鞋 帽子 围巾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我们必须穿上散发着招募味道的冬衣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你必须走到大街上 去迎接冬天的到来 冬天来了 街道两边的人家 关上了在另外三个季节敞开的木门 一条本来没有秘密的街道 不得已中露出了神秘的面目 室内和室外 其实是一样冷的 闲来午室的人 都在空地上晒太阳 这说的是出太阳的天气 但冬天的许多日子 其实是阴天 空气潮湿 天空是鲜灰色的 一切似乎都在酝酿着 关于寒冷的更大的阴谋 而有限广播的天气预报 一次次印证这种阴谋 广播员不知躲在什么地方 用一种心安理得的语气告诉大家 西伯利亚的强冷空气正在南下 明天到达江南地区 冬天的街道很干净 地上几乎不见瓜皮果壳之类的垃圾 而且空气中 工业废弃的气味 也被大风挂到了很远的地方 因此我觉得张开鼻孔 能闻见冬天自己的气味 冬天的气味或许算不上一种气味 它轻烈纯净 又失给鼻腔带来酸涩的刺激 街上麻湿路面的坑坑洼洼处 结了厚厚的冰 尤其是在雪后的日子 路人们为了对付路上的冰雪 花样百出 有人喜欢在胶鞋的鞋底上 绑一道草绳来防滑 而孩子们利用路上的冰雪 为自己寻找着乐子 他们穿着棉鞋划过街冰的路面 以为那就叫滑冰 江南有咽语道 下雨下雪狗欢喜 也不知道那有什么根据 我们街上很少有人家养狗 看不出狗在雨雪天里 有什么特殊表现 我始终觉得这咽语 用在孩子们身上更适合 孩子们在冬天的心情是苦闷的寂寞的 但一场大雪 往往突然改变了冬天乏味难熬的本质 大雪过后 孩子们冲出家门 冲出学校 就像摇滚歌舞崔剑在歌中唱的 他们要在雪地里撒点眼 为自己制造一个捡来的节日 江南的雪让人想到计划生育 她很有节制 每年来那么一场两场 让大人们皱一皱眉头 也让孩子们 不至于对冬天恨之入骨 我最初对雪的记忆 不是对雪人 也不是打雪仗 说起来有点无聊 我把一大盆雪 用手捏紧了 捏成一个冰碗碗 把它放在一个破茶缸里保存 我脑子里有一个模糊的念头 要把那块冰保存到春天 让它成为一个绝无仅有的宝贝 结果可以想见 几天后 我把茶缸从煤球堆里找出来 看见茶缸里空无一物 甚至融化的冰水也没有留下 因为它们已经从茶缸的破洞处 渗到煤堆里去了 仍雪的天气是令人厌恶的 太阳高照着 但整个世界都是湿漉漉的 屋檐上的冰灵 总是不慌不忙地 向街面上滴着水 路上黑白分明 满地污水悄悄地向印井里流去 而残存的白雪还在负予顽抗 街道上就像战争刚刚过去 一片狼藉 讨厌的还有那些 过分勤快的家庭主妇 天气刚刚放晴 他们就急忙把衣服 备单 尿布之类的东西晾出来 一条白色的街道 就这样被弄到乱七八糟 冬季混迹于大雪的前后 或者就在大雪中来临 江南敏艳说 邋遢冬至干净年 说的是 情愿牺牲一个冬至 也要一个干净的 无雨无雪的纯洁 人们的要求 常常被天宫满足 我记得冬至的街道 总是一片泥泞的 江南人把冬至当成一个节日 家家户户要喝点东洋酒 吃点洋羹 也不知道出处何在 有一次我提着酒瓶 去杂货店打东洋酒 闻着酒实在是香 就在路上偷偷喝了几口 回到家里面红耳吃的 棉衣后背上 则溅满了星星点点的污泥 被母亲狠狠地兴致了一顿 现在我不记得 母亲是骂我嘴里的酒气 还是骂我不该将新换上的棉衣 弄那么脏 反正我觉得冤枉 自己钻到房间里坐在床上 不知不觉中酒劲上来 竟然趴在床上睡着了 人人都说江南好 但没有人说江南的冬天好 我这人对季节气温的感受 总是很平庸 意想天开的 希望有一天我这里的气候 也向云南的昆明四季如春 我不喜欢冬天 但当我想起从前的某个冬天 缩着脖子走在上学的路上 突然听见我们街上的那家茶馆里 传来思悬之声 我走过去 看见窗玻璃后面热气腾腾 一群老年男人坐在油腻的茶桌后面 各捧一杯热茶 轻轻松松地 听着一男一女的平坦荡说说 看上去一点也不冷 我当时就想 这帮老家伙 他们倒是自得其乐 现在我仍然记得 这个冬天里的温暖场景 我想要是这么着过冬 冬天就有点意思了